减肥冷知识 不是出汗越厉害消耗的脂肪球越多 吃的少不代表热量低 我国批准的减肥药只有一种叫做奥利斯塔 还对你身上的脂肪没用 还会让你喷油 其他敢叫减肥药的一律是问题产品 碰都别碰 如果你不能保证运动 就早睡扫起 对减肥的作用更大 说减肥先排毒的 慎重 说减肥先去湿的 慎重 水果当正餐 胖的更厉害 健身会脱发吗 健身的知识 不要语言了 减肥冷知识 我说的 全天总热量不超 吃一夜宵也不会胖 你听到的 吃一夜宵也不会胖 我太难了 人们总喜欢隐瞒自己吃的东西 一般30% 女性能达到50% 所有的减肥药都有副作用 人们喜欢夸大自己的运动量 补剂只是锦上添花 减肥就是换个方式过日子 脂肪下不来 肌肉上不去 和补剂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肌肉和肥肉不会相互转换的 很多人胖 但正餐吃的真不多 但正餐之外吃了很多的东西 身体简单粗暴作家法 你吃多了就胖 健身的知识又增加了 80%以上的脂肪由呼吸排出 不是出汗 体脂率不到20% 肥胖真的会传染 减肥健身就没有俗成 衰老是从肌肉流失开始的 不是60岁 而是从30岁开始 所有的有氧都一样 先冻起来再说 脂肪每时每刻都在燃烧 职业健美选手坐下来 肚子上也是一叠一叠的 身材是长期生活习惯的外在表现 健身的知识 又增加了 减肥冷知识 我见过的针灸 埋线 拔罐 开血都配了一张 节食食谱 你品 食品卖包装一般标注的是千娇 1000卡等于4.184千娇 体重轻 不等于体脂低 Kate并不适合新手 吃饱喝足了 上秤都沉 筋毛腔不减肥 早上空腹的体重 才有参考价值 天天都放纵 放纵餐就不用专门安排了 每次都练兔证明不了努力 去医院查查肠胃吧 健身的知识 又增加了 减肥冷知识 每天两袋牛奶以内 就不用选脱脂了 鸡蛋不比海参差 今天就算节食 也平衡不了 昨天的烧烤火锅 今天睡一天 也补不上昨天熬夜 睡不好 贴什么面膜都白搭 想补胶原蛋白 先吃过个蛋白质 猪蹄没用 有些健康食品的热量 反而更高 某些粗粮饼干 牛油果好吃 是因为脂肪含量高 减肥就别吃了 黑巧克力的脂肪含量 一般30%和五花肉一样 健身真的太费衣服了 这点衣服 以后是欠不到了 健身的知识 又增加了 酸碱体质理论是骗局 减性体质生男孩几率大 酸性体质易得癌症 吃肉多的人 必然酸性体质 睡不好 一疲劳是酸性体质引起的 全都是瞎扯 减肥就一次 腹胖和反弹 都叫减肥失败 有些网红标榜自己 成功减肥四次 这就是减肥失败了 制造这两缺口 是现在减肥 唯一的方法 任何理论都绕不开 断碳真的会变傻 汗水是什么都弄不清楚 就别碳循环了 抹了就能瘦 都是直肠睡 健身的知识 又增加了 选健身房第一条 就是离家越近越好 近到你都不好意思不去 选对正确的减肥方法 根本不会有那么多咒批 年龄越大开始减肥 肥胖在身上留下的一记 就越多 不要盲目模仿 健美运动员的饮食和训练 胖的时间长了 多多少少会影响心理 健康减肥 一个月三到五斤 一年四五十斤 难道还不够吗 练不好跟搞同水平没关系 办了健身卡最重要的 记得去 受宿的分泌 需要深度睡眠 只睡二十分钟 没用 盘腿盘胳膊睡觉 不仅没用还会腿骂 健身的知识 减肥冷知识 蜂蜜水就是糖水 它不减肥 喝多了之后排的通畅 是因为你有果糖不耐症 俗称 拉肚 照镜子才是最准的 说胰岛素导致肥胖的 都没啥水平 吃够蛋白质 真的能帮助减肥 火拳不运动它没用 食物前面加了减肥 两个字都是直上睡 运动补剂 它不运动能行吗 拉了多 就是吃了多 和减肥没关系 果醋不减肥 还添加了很多添加糖 醋它能是甜的 你贫 健身的知识 又最佳了 减肥冷知识 银八七运步运动不重要 重要的是别乱吃 说随便吃不长肉的 不用纠结体脂称上的数字 蛋白质含量 体脂水分 肌肉量 基本全都是无算 减肥脱发 要么热量吃得太低 要么碳水吃得太少 肉汤里不仅含钙量低 脂肪还高 三两天不要平台戏 怎么也得一个月吧 吃坚果就是和油 健身的知识 就增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